好,这个疫情非常的严峻 确诊人数是持续的攀升 远雄海洋公园首次演练团体游客入园 发现身体不适并有快筛阳性的状况 海洋公园表示 期望透过这样的实际演练 加强员工应变能力来降低损伤程度 为了提供游客优质安心的游乐环境 海洋公园每年会定期举办灾害演练 今年因应本土疫情严峻 首度加入游客快筛阳性的状况 要强化园区防疫与防灾紧急应变能力 因为鉴于最近的疫情太过于严重了 园区一直在跟消防局跟县府跟卫生局 都有在合办这种大型灾害演练 主要的内容就是园区复合性的演习 就是火灾然后群聚 群聚的来源就是我们有团体的游客 进入我们灯塔咖啡屋里面用餐的时候 发觉自己很像感冒发烧不舒服 那他们自己就进行了快筛 那快筛的结果呈现阳性 然后他们就通报他们的领队 那领队就通报我们园区 那我们园区就启动我们的ICS 紧急应变组织 那我们园区有防疫的CDC装备 请教会消防局来的CDC装备 那全员就有六位CDC装备的标准人员 进入将确诊者以及疑似群聚者 全部代理这样子 这次演习包括园区发生火警 有游客烧烫伤的紧急处置 还有入园游客身体不适 自行快筛成阳性 园区立即启动隔离 通报环境清销 防疫继承车接驳 还有救护车后送病患等操作 海洋公园特别邀请了消防局 县府卫生局 观光处等人员到场指导 海洋公园强调 未来会持续进行不同意外状况模拟演练 为园区累积更多灾害应变能量和经验 以保障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接启会受风箱报道